Leo聊世紀 天天都不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馬來人對上打打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最近viper又在天梯上常常開始練習起來了 viper的練習勢數不高 所以我們要來抓緊這個機會 來看一下viper最近天梯練習的如何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打10點方向的馬來人卡布奇 卡布奇的特色 他的馬來人是升級時代速度夠快 而且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奴兵路線 奴兵常常成為帝王時代的主力 那步兵路線的話有免費的步兵鎧甲科技 不管你是要出槍兵阿或是爪刀勇士 都有這個免費獲得的這個槍兵能力 這個步兵能力 所以馬來人其實是一個步兵文明 如果他再點下金罐的話 強制增兵 可以讓自己的雙手劍兵不需要黃金 就可以直接生產出來 所以後期打焦土戰的時候 馬來人可以使用雙手劍兵瘋狂壓制敵人 後期也有精銳毛相夫 帝王時代可以使用 因為他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二級 甚至沒有品種 所以毛相夫是最弱的 但是折扣是最多的一個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Riper選擇的文明是達達人 達達人的特色是 他的吃癢的時間 可以再吃得更久一點 雖然他在前期會獲得更多的肉 非常適合打肉馬開局 那為什麼是適合打肉馬開局呢 是因為肉馬開局之後 可以接續他的馬功科技 肉馬點下品種之後 帽子再點下跟蹤技術 再點下彈道學 基本上這個馬功就已經成型了 因為他有免費的拇指環跟安血人戰術 所以達達人他是成型馬功最快的文明 達達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奇兵路線跟馬功路線 所以他的駱駝草原騎兵 這些都是他的一個很好的前排阻力部隊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呢 目前看起來Riper在前方的黃金是比較尷尬一點的 後面的黃金呢是有點小小微妙的 這個黃金的位置呢是有點糟糕的地方 是沒有辦法貼TC的 你看這邊是有個小小龍起來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形的觀察 你就要知道你哪裡可以放TC 哪裡不行 但還好主金位置喔 TC是很適合有木又有金 那重點是要怎麼守住了 左邊的話這邊還不錯喔 這邊可以圍死 哇這裡是有點小天圖的感覺喔 這邊可以再稍微圍一下 可以圍死 但是以Viper打天梯的個性來說 他是不太喜歡在天梯圍死的玩家 所以他的天梯看起來也特別刺激 特別好好玩 不會像大家一樣喔 都打得非常穩 都圍死 所以呢 對我們就很期待喔 Viper到底會怎麼打那張地圖喔 那COPCH這邊的地形呢 看起來是比較糟糕的事喔 這塊金是往外擴的喔 這塊金也是喔 那這塊金的話還可以開城鎮中心 去做防守 這塊金的話也可以開喔 但是這裡有個高地 所以呢 如果對手壓過來的話 就會很難受喔 好 那還好他的主金在裡面 但是他的果子在外面 所以果子要怎麼守呢 要這樣子圍出來嗎 這樣子圍出來一點 哇 直接氣果子小圍 如果他不是氣果子的話 那他這邊就要這裡圍到底了喔 但是他沒有打算圍到底 直接個超小圍 氣果子 超生 好 那COPCH這邊是打了19P 好 也是18P喔 是19P 19P 點下了封建時代之後 升級了 好那COPCH這邊升級時代速度很快 所以這個P數呢 也不是正常18P 那通常我們在講這個全文明的教學 共同文明的教學配置的時候 通常大家喔 要自動把中國跟馬來這兩個文明喔 排除在外喔 呃 我們在會影片沒有介紹太多的原因喔 也是 覺得這個有點 小小複雜喔 不想讓新手們帶來太多的資訊 造成混亂喔 所以我們都會說共同 文明共用 這件事情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馬來這邊是轉出了毛病 欸Viper這邊 沒有轉馬 是轉弓兵 防守而已 Viper這邊要打農的嗎 那這邊是不是要點個一級農田呢 但是還沒開始撒農田 所以先不點 OK 先點下來一級農田 可以看到Viper這邊 是只有六個人在吃羊啊 而且你看這個吃羊的時間還在吃啊 還有三隻羊沒有吃完 可以看到COPCH這邊都已經在撒農田了 Viper這邊還在吃羊 就意味著這個羊真的是吃了很久 所以如果你喜歡玩馬國文明的玩家 這個達達人喔 是真的很適合 而且他這邊高打滴呢 傷害又特別高 好 Viper這邊按了槍兵之後 按了槍兵之後 轉了毛兵 又轉了弓兵 那COPCH這邊則是五隻毛兵 配上兩隻槍兵 一隻肉馬 兩邊都不是一個進攻的陣型喔 Viper這邊雖然在轉弓兵 但是數量現在不夠多 所以傷害應該不會馬上成型 所以這邊COPCH也不用太擔心 有五隻毛兵 要守住是綽綽有餘了 好毛兵出來 看到你工兵 我很開心 我會追著你走 好 Viper三隻攻兵 被追著跑 點下了城堡時代 Viper這邊點下了一擊射 這邊又補了一個箭塔 防守對方的毛兵 但其實他也就只有毛兵而已 這個箭塔 我們必要投資 不確定 但有投資的話 肯定是比較安心的 因為你也不知道 馬來人到底有沒有去囤這個肉馬 直接打個一波 如果後面囤了一堆肉馬 直接一波 那就危險了 但馬來人囤肉馬的機率是很低的 因為他是沒有品種的關係 所以就算你肉馬打太多 到了封建時代也沒有二級馬卡 這個續航力可能會有點稍稍不足 好 Viper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 之後要轉馬功嗎 Viper的馬功 好不走 走奴兵 OK Viper是走一個封建奴兵 然後先按幾隻騎士 好 封兵往後拉 繞過了卡布奇的毛兵防線 卡布奇這時候視野上完全沒有看到 Viper已經走到他的屁股了 這隻槍兵在看 在哪裡 看到了 原來你在這 但是Viper的騎士已經追上來了 看一下這波毛兵換掉一隻 OK 在毛兵還有一秒鐘 升級變身 Viper拉公兵走 這裡可以不用練戰 現在卡布奇沒有辦法可以抵抗這些騎士 三驢一定要趕快按 三驢修道院修道院 沒有補 反而是補了城鎮中心 3TC開農 這人真的是太偷了吧 好 這邊想要用TC防守 3TC開農 那通常對手小微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對手很有可能就是會3TC開農 這個策略 直接小微不交流 這是一個 比較安全的打法 因為通常小微喔 你通常不會想要大爆兵喔 因為小微的話 你經濟優勢會更大一點 但是Viper這邊更狠 這裡是不圍 經濟優勢大於小微的喔 所以Viper這邊不圍加 反而經濟優勢更大一點 其實還是有圍阿 這是用防止圍 好 那卡布奇這邊防守 用城鎮中心 Viper這邊騎士沒有空好 要送掉 有抖掉嗎 OK 好 二級 伐木點下 上面的毛兵把弓兵給驅趕走 Viper現在沒有辦法很好進攻 也補下了3TC 選擇了開農 好 那Viper並沒有走出馬弓路線喔 那達達人在城堡時代打弓兵也是很OK的 最主要是因為可以延續封建時代的弓兵的量 然後再獲得指劍的拇指環 再點下大學的話 這個弓兵基本上就變成完全體了 成型速度真的很快阿 好 那卡布奇現在繼續防守 沒有打算要跟你交流 Viper也是補下了第四個城鎮中心 你不交流我也不交流 大家都不要交流 沒差 反正我沒差 我們都不要交流阿 哈哈 好卡布奇現在就是這個心態 Viper也是 你不交流我也不交流 我們就開農 農就完事了 好卡布奇現在死一隻斬毛兵 解掉了Viper的所有的奴兵了 那Viper現在二級農田也點下了 那卡布奇也點下輪走技術 現在兩邊都輪走了 那現在Viper 支援量是稍微落後於卡布奇 因為人家3TC開得快 那達達人的經濟優勢呢 在 封建時代之後 救援機沒有了 所以這邊 卡布奇的優勢會越來越大 因為升級時代夠快阿 省下來的時間就可以多按些村民 甚至點這個手推車的時間 都可以省下來阿 所以卡布奇這邊經濟加成 就是來自於這個升級時代的優勢 好 這邊抓了一村兩村 Viper被偷了兩村有點小虧 但是Viper直接5TC開死農 無情開農 5TC開農都會被稱為無情開農 真的是太無情了 就是完全不管自己有沒有軍隊 農就對了 這也是 對自己防守很有信心的人才敢做的 但應該Viper也是有偵察到 這個卡布奇完全沒有想要進攻的意思阿 也是在農 所以才敢開5TC吧 Viper也不是盲目的就開5TC在農 好這邊撿生物最後撿到了三個 還有一個生物沒有撿回來 在家門口被攔截掉了 好把刀龍師過來看一下 現在刀刀龍師免費的二房 但是被TC射還是很痛 防御只有三點阿 好那現在達到了 MIPER利用時代點下 但是時代路後大約2分半了 現在卡布奇已經可以點出弩兵 甚至強奴準備要來升級 但先要先點三級色跟化學才對阿 化學要不要先點呢 強奴 好化學先點 對強奴可以慢一點點沒關係 好MIPER這邊 戰毛兵還有二級馬凱 對強奴登場 好那強奴這個單位呢 是被我稱為喔 性價比非常高的一個單位喔 那個造價只要40塊黃金 然後呢血量非常多 你看這個血量是130滴血 精銳點下是160滴血 還是150滴吧 反正就是血量非常多 然後呢他的遠房呢 是跟遊俠一樣的喔 就是222加2 遠房7點的那種 但是他傷害呢 是稍微超差一點只有9攻 但是他沒打一下敵方單位 都可以獲得一點黃金喔 所以達達人的血血呢 實際造價可能只有35塊黃金 或是30塊黃金 沒打一下就越賺喔 所以呢達達人VIPER 選擇了血血路線 只有他的道理在喔 不走馬攻確實也合理 因為現在馬來人戰毛兵攻兵 這個路線是可以壓制達達人的馬攻的喔 那達達人要反制對方的不攻兵的話 雀血真的是首選單位喔 那為什麼說不值全草原起兵呢 那主要草原起兵的話 是他的皮比較薄 遠方比較低 比較沒有那麼耐射 但是他有異共射程優勢喔 所以呢這邊達達人要轉型成雀血喔 會比較好防守對方的工兵大隊喔 好這裡點下精銳雀雀 雀血血戰術 哇五個聖物被打噴出來 聖物要趕快往後撿了嗎 好現在雀血還在憋 先把城堡往外蓋 三根城堡都插在家裡 守住了農田地帶 那卡尾雪隊慢慢進攻 一直想說雀血怎麼不跟我交流 不交流是為什麼 我直接控你聖物 好雀血這邊已經點下了三級的馬卡 攻擊力還沒有提升 精銳雀血在後面 找個機會想要衝 喔對血量是160沒錯 太久沒看到雀血了 好雀血過來 好要小心 好很認同心 要被拆掉了 MIPER的TC一直被拆 來 翠翠在後面繞 看到一堆槍兵 回頭打一下 OK開始賺錢喔 沒打一下就是賺一塊 OK那MIPER點下了三級色 戰毛兵 防守出來 翠翠攻防還沒有提升 現在經濟開始有點糟糕了 被弄到了有點慘 稍微控一下黃金 好COPCH點下了槍兵之後 應該就穩了 應該打得以精銳雀血血了 那現在這個情況對於VIPER相當不利 但是VIPER還是必須 也得捏這個雀血出來才行 雀血捏出來 他有機會繼續延續攻勢 COPCH並沒有趁這段時間 把這四個生物給幹走 反正是很專心的在孕婦 VIPER的精銳雀血血 OK搞定了精銳雀血血 補下了城這東西 把這邊的防守做好 VIPER在這邊突然來 發動了一波新的衝鋒 這波衝鋒居然 COPCH完全擋不住 我們來看一下精銳雀血血 遠防是7點 跟一般的遊俠一樣 價格不到30塊錢的 不到40塊錢的雀血 成本大概38塊39塊 不到40塊 你應該是死之前可以打到一下吧 直接是遊俠的一半黃金 這個坦度是非常坦 比遊俠少了20滴血 坦度真的是很不錯 缺點就是需要用到城堡生產而已 除此之外沒有太大的缺點 這邊點下了師護甲 待會出馬攻或草原騎兵 就可以獲得遠防的加成效果 可以更好坦傷害者 那我覺得師護甲 確確沒有辦法吃到 有點可惜就是了 但是好像吃到又會有點太做壞 甚至比打拉和騎兵 防禦更高的感覺 那現在COPCH點下了3攻 現在布攻兵加槍兵 很正常的馬來的帝王時代打法 也沒有打算轉大象 那COPCH這邊其實轉大象的話 對於MIPER來說壓力是非常大的 因為他不管是槍兵阿 不管是這個雀噓阿或是戰毛兵 都對這個大象沒有皮條 但是COPCH並沒有想要轉型大象 而是繼續轉出了爪刀勇士 爪刀勇士對於MIPER現在這個打法來說 會比較好打一點 戰毛兵可以擋一下 這邊戰毛兵正面硬扛 吃了很多傷害 COPCH這波應該要拉掉才對 不應該打 但是COPCH上去直接硬拆 巨型投資機 但是傷害不夠高的關係 還有點難拿 3台巨頭硬換 最後是換掉了3台巨頭 但是損失掉了快要十字的COPCH 這邊繼續轉出強奴槍兵 還有爪刀勇士 沒意外的話 爪刀勇士應該不會正面接戰 而是去做一個騷擾的工作 正面硬戰嗎 哎喲 拿爪刀去正面貼貼 這樣是對的嗎 三攻 三攻還沒有點下 先點個三防 現在MIPER有3000多肉阿 我們來看一下市場價格是如何 MIPER是不是沒有補士忌阿 對你沒有補士忌 現在肉100塊肉可以賣71塊黃金阿 還是很多錢阿 這裡趕快點一下金罐鐵木工程術 待會工程工程 巨型投資機的工程距離 可以直接加2點 再加上工程工程師 這個射程變成19點 非常的遠阿 好三攻也補下了 現在MIPER轉出了肉馬 好馬攻也開始轉型了 看到你轉爪刀 我轉馬攻 相當舒服 肉馬配雀靴 再配馬攻 這個打法相當的複雜 衝轉馬攻也點下了 MIPER賣了一堆黃金 賣了一堆肉 換了一堆黃金 現在馬攻開始登場 正面雀靴直接衝進去送掉 現在戰毛兵也打出了很多傷害 你看這邊已經換了36個單位了阿 好巨型工程 巨型 巨型投資機真的是太遠了吧 哇靠 這個真的是季州導彈阿 季州導彈阿 非常遠 我記得大概在年初的時候 MBL有玩過這個打大人 選擇這個鐵木的工程術 按了二十幾台巨型投資機 用巨頭當成工兵 砸死了對手 這個畫面也是相當逗序阿 那MIPER這把應該沒有打算用巨型投資機 要當作主力部隊才是 所以呢 這邊應該是正常打法阿 玩家COPCHE也是頂尖選手阿 所以要小心對不能開搞起來阿 好這裡馬攻失誤囉 這裡不應該往前 這裡往前失誤了 點火炮 但是點掉火炮就有賺 沒點掉就很虧 這波馬攻全部送光 MIPER沒有繼續補馬攻 確實能夠收掉這台巨型投資機嗎 沒有辦法 好 最後MIPER的正面部隊反而是全倒 好這裡繼續補缺缺 馬攻的部分有再繼續補 這波送完 壓力真的很大 馬來人點下了雙手劍兵 強制戰兵準備登場 這一把雙方都打出了自己的文明特性 零零禁制所有的兵都用到了 好精雷爪刀出來 開始慢跑 好 好 這個巨頭又鎖住了 但是鐵木耳工程術 可以在最安全的地方架起來 緩制你的巨型投資機 這就是鐵木耳工程術最狠的地方 來了 各位 這個巨型投資機 要被拿下了 VIPER就算不用去削 往前衝鋒 這個會掉也是遲早的事情 有了VIPER的巨型投資機 來到了六台 正面使用戰寶兵跟馬鋒 繼續扛 這個巨頭 能夠 冥土追魂嗎 能夠把血量給拉回來嗎 唉唷 要是有幾發都打歪了 可以吧 唉唷 怕不許又把巨頭給拉回來了 這個血量 正面的單位繼續扛住 牆壁也是往前 也不管這根城堡 到底帶來多頭的傷害 連強奴都記錄到城堡赤城範圍內 就是怕不許有看到 有點危險 好 現在火炮出來 要小心 好 這裡在祝福修 巨型投資機還活著 VIPER的巨頭還在輸出 怕不許這邊 拉火炮過來了 VIPER有看到 馬公加肉馬點掉 漂亮了 VIPER 這一把 VIPER現在是 有點烈士了 但是巨型投資機 終於拿下對方的巨頭 好 那拿下之後 VIPER就不是烈士了 這個城堡也被修了起來 現在危險的事 卡不許了 那現在卡不許 現在的打法還是 偏向於圍繞在 復兵 加上攻兵路線 還沒有點下 免金的雙手劍兵 強制正兵 已經點下 但是還沒有開始產雙手劍兵 在正面硬砍 好 爪刀龍師還在GO 繼續出這個爪刀 好爪刀打這些 戰狼兵效果很好 直接切爛 哇靠 戰狼全倒了 VIPER VIPER這邊尷尬了 也沒有辦法 反制對方的強弩了 這波爪刀 不虧 好 VIPER這邊也有多線 這邊多線大落馬 開始帶騷擾了 哇 這邊可以看到 有施護甲的大落馬 遠防是7點 跟遊俠一樣的遠防 反正中心 完全擋住 好 現在VIPER 還有一些黃金 看要市場價格 像是多少 現在肉還有36塊 木頭還有69塊黃金 現在賣木頭 也可以獲得大量黃金 但是重點是這塊黃金 VIPER 能不能拿下來啊 應該是沒問題啊 好這個醉型投資機 直接6台運拆 鐵木耳工程術 太猛啦 好 前面大量卻卻直接包夾 戳爛 後面馬功輸出 打槍兵 踏不去 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 拿下比賽的勝率啊 哇 VIPER這一波 扛線扛的很好 這邊扛了7C49天 沒想到被VIPER給苟住了 鐵木耳工程術 這一招打法是真的好啊 六台巨頭啊 威力非常的猛 VIPER是基本上 什麼兵種都出過一次 除了步兵以外 戰毛啊 奴兵啊 火箱沒有出了啊 然後重裝騎士 跟弱鎖這個都出不到 但是至少 最後把這個打打的特色可以打出來 那馬來這邊的問題 可能是沒有辦法 即時轉出雙手劍兵嗎 我也不確定 但是我覺得不打強奴的話 馬來也沒機會 我覺得重點啊 還是要去打這個 精銳馬歐相夫喔 才有可能打得 以VIPER這種搭配組合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